郭文貴議員 九龍塘、旺角、金鐘那些轉車站 全部逼到滿人要幾班車才上到的 現在鐵路是吃不完客人 巴士的點對點服務也是有它的優勝之處 所以認為政府不應該再將鐵路巴士分主次之分 兩者都是同等那麼重要 另外一個就是 現時很多鐵路沒有覆蓋的地區 那些巴士也是很不足的 例如我自己住在深井 巴士線只有兩條 小巴士只有兩條 鐵路也沒有 但是相反很多有鐵路的地區 他們是很多巴士線 也都有很多的車 現在巴士和鐵路究竟是互補不足 還是互相競爭 我想這一個定位政府要搞清楚 另外如果說回巴士 現在路面行車的速度越來越慢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太多車 我們認為應該要效法外國 實行巴士優先的政策 例如說強制讓路 繁忙時間 巴士專線 繁忙時間 繁忙地區 一些禁區等等 這一樣可以提升巴士整個運輸系統的效率 另外一個重點就是 重組巴士線也是必須要的 因為現在太多線都是很迂迴 或者很多路線是重疊了 重組巴士線是可以提升效率 但是我想說一點就是 以往運輸處重組巴士線的時候 沒有認真去深入了解民情 很多時是會重組完之後 那些市民很不滿意的 可能有些線沒有車直到 要轉幾次車 或者等車時間加上乘坐車時間 是很久的 更久的你未重組之前 這一樣是必須要注意 我覺得重組路線 除了要考慮到 你們的營運效益 亦都要以民為本 以市民的依歸 作為一個考慮 另外一個就是 我們認為政府應該要 效法下 或者參考下首爾 新加坡那些轉乘站的政策 他們重組路線 很多時有轉乘站 轉乘站 他們鼓勵人用轉乘站 這樣就可以拉直很多路線 解決很多迂迴 路線重疊那些問題 除此之外 亦都可以考慮下 利用這個按距離 計算收費的系統 這一樣東西 是吸引人去用個轉乘站 增加那個靈活性 更多誘因 令到市民去用個轉乘站 這樣才可以改變到 即改善到現在 重組巴士路線 很多做不到的問題 請主席